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正为大家带来第十天手办的首发开箱视频 我的桌子上面空无一物 但我的手办在这里 这是阴阳式比亚花手办包装侧面的大小 而这 这才是第十天手办包装箱的大小 说实话如果不是外包装上面还印着阴阳式第十天孤独华免 这样一个手办说明的话 光看这个箱子大小我可能都以为是新买的小冰箱到货了 OK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组装的第十天手办 一起来360度环绕欣赏一下 第十天手办除了本体以外还有十多个配件 现在大家所看见的衣服的裙摆 还有背上的金帘手上的金帘 这些全部都是后期组装上去的 其实从视频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第十天背上的金帘真的是非常的纤细 即使是如此平稳的缓慢转动 也会引发它的抖动 所以在运输的过程中 金帘部分都是被拆下来单独保存 以防损坏 由于零配件太多 在包装箱里面还有一份安装说明 按照安装说明 把零件插在第十天身上组装完成 其实也很简单 不简单了 这要是简单的话我也不会弄半个小时 特别是手部和背部的精致莲花 真的非常的精细 风一吹都会微微的颤抖 好像星星一碰都会折断一样 看得我都要相信第十天自称的不像战斗了 不过其实也只是看起来脆弱 结构用的是钢丝 手指用力去掰都掰不断的那种 如果有性质的话 甚至可以自己掰弄钢丝 给后面的莲花重新做造型 所以我们再切换别的角度 来看一看第十天手办的其他细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半部分的细节特写 背后这个衣服的细节处理我挺喜欢 漠染纹路显得很有层次感 第十天坐下的联台也是手办独有的特色 在游戏里面第十天是原力浮空做着的 手办没法做出浮空的效果来 必须要添加一个支撑物就选择了和第十天息息相关的联台 应粉丝朋友要吃猫猫头的要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天大腿内侧那个眼睛有没有做出来 旋转到这个比较奇怪的角度就能看见了 在衣服的下方大腿上面有一个眼睛 大腿内侧的眼睛都看了 再来顺便看一看脚掌上面嘛 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手办比例是1%或者1% 而第十天这个手办它的比例是1% 看数字能感觉到会比其他的手办大 但这个食物的大小如果没有对比 大家可能还是真的感受不到 那我现在拿几个其他的阴阳师手办过来 放在第十天旁边大家可以对比参照一下 感受一下1%尺寸到底是有多大 哎是不是注意到了 全家福里面还混进来了一个鬼王九屯 其实不光是鬼王九屯可以靠着第十天 之前阴阳师所有的迷你的Q版手办系列 像气盗系列之类的 全部都可以放在第十天的衣摆上面 海房竹 鬼切 大月王 犬神 二口女 大家一起躲在第十天的衣服上面玩得很开心 四分之一的尺寸 放大了细节 感官上确实很震撼 但四分之一的大手办也有个问题 就是真的很不好收藏 像我目前的手办柜 就真的没有办法容纳下这么大一只的第十天 这道不仅仅是高度的问题 如果只是高度不够还可以调整一下隔板 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整个手办柜的近身不够啊 哪怕高度够了能勉强塞进去 最后也关不上柜子门这样的感觉 如果想购买这样的大手办 请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摆放的空间 那也是因为尺寸够大 第十天后面那个连盘除了作为装饰以外 甚至还能有一点实用价值 把连盘从架子上轻轻的拿下来 放置在水瓶的桌面上 在上面摆满天狱特产莲花酥 看看这缤纷多彩的颜色 这可是来自天狱的特产招待 诶 里面怎么混进去一个红色的 不会是辣椒口味的莲花酥吧 不由得联想到了去年天狱片活动里面 有一个特殊的道具叫做魔鬼胶 既是深渊魔王的最爱 也是天人之王的克星 当时看到这个道具的描述 就不由得脑补了一些神奇的小剧场 而根据我从密宝小指人那里打探来的最新情报 阿修罗手办也已经有计划了 属于是在做了在做了 说起来阴阳是天狱片到现在都已经整整一周年了呀 去年4月份第十天5月份阿修罗 共同构建了阴阳室的高潮篇章 很多洋洋鼠玩家都非常喜欢第十天阿修罗 而对我来说 能听见神谷号手为阴阳室配音也是圆了多年的梦 这个时候推出第十天的手办 感觉也是有一些纪念的意义在里面啊 正好现在新篇章高天元的剧情里面 阿修罗第十天再一次登场 也让我们期待一下二者再次碰撞出的火花吧